即便是医学技术如此进步的今天 人类的平均寿命依然没有超过100 自然界的动物也很难有超过这个数字的 我们最熟悉的长寿生命可能还是树木这样的物种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 竟然有一些生命能够跨越几万年的时间 从融化的洞土中再次苏醒过来 它们就是献虫 随着北极洞土层加速融化 这些沉睡万年的生物竟然就这样又活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洞土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 它们主要存在于比较寒冷的地区 尤其是极地极其附近地区 在地球的两极还没有这么冷的时候 这里有大片寒水丰富的土壤 随着气温不断下降 土壤和土壤里的水便进入了冰冻状态 当然相当一部分洞土并非永久性地 在夏季气温回升的时候 还是会重新融化的 这样反反复复一段时间后 极地的土壤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比起我们认知里可以生产作物的土地 它们更像是沼泽 一到炎热的时节 就会处于水土交融的状态 等到冬季又重新被冻起来 这种就是典型的季节性洞土 但是在极地深处 洞土的深度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 即便气温再高 也只能让表面很浅的一部分融开 也就是说 它们冻结深度要远远大于融化深度 这种一般就属于所谓的多年洞土 具体来说 地质研究中按照冰冻时间的长短 把洞土分为三个种类 第一种就是暂时性洞土 它们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最大 只会在一段时间里 短暂呈现为洞土的形态 其物质组成 主要是比较疏松的岩石或者土壤 第二种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季节性洞土了 虽然状态也不稳定 但是变化的节点 还是按照季节这个大框架来的 相比暂时性洞土要更有规律 持续时间也更长 按照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 洞土层的深度各有差异 当然也跟土壤的类型有关 如果某地本身成壤作用就不显著 从地表向下探测 很快就能触及岩层的话 一般洞土层也就不会太深 最后一种多年洞土 也就是永久性洞土 因为所处地区长年处在极端低温气候下 所以洞土的状态也就持续的更久 基本上很难遇到融化的时机 除非大环境发生变化 比如著名的西伯利亚永久洞土层 不仅深度深 而且分布范围广 是世界上相对较大的连续洞土区 从地质变化的历史上看 这里的洞土历史 也比世界上大部分的洞土层都要长 所以常常会在这里发现一些史前生物的遗迹 比如蒙马象和一些远古时代的病毒 神奇的是 后者即便已经是数十万年前的生命 却依然可以在解冻之后恢复生机 让很多人都震惊不已 无独有偶 在北极的洞土层里 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生物 随着洞土的融化重新活了过来 根据生物学家的推算 他们生活的年代至少在距今4.2万年前 从某种意义上讲 冰冻实际上是让他们的生命按下了暂停键 但是从人类的认知来看 冰冻时间过长 也会导致各种的生命机能彻底失效 从而导致死亡 那么献虫是怎么做到的呢 科学家的观点认为 献虫的身体结构和生理特征与人类不同 它们的机能并不直接与体温挂钩 你也可以说 它们其实就是一台机器 就像苹果手机 如果温度低于某个值的时候 就会停止工作 直到温度恢复到各个零件 重新可以传输信息的时候 就又活过来 对于献虫来说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低温所做的只是暂停了它们的活动 但是并没有彻底损坏 各个组织和器官的功能 甚至可以说 它很好的对这些容易捕坏的物质进行了保存 才让它们可以在环境条件恢复之后 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状态 从献虫的这种表现 我们不难产生联想 在北极和其他地区的洞土中 会不会还藏着很多这样的古生物呢 这个问题 其实很早就有了答案 至少在西伯利亚和极地的洞土中 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物种 虽然它们不像献虫和一些病菌一样还能复活 但是也为我们研究远古时代的地球生物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比如 科学家就曾经找到过一种 和今天的狼 在外表上非常相似的生物 虽然它的肢体并不完整 只留下了一个头颅 在很多这样的动物样本中 研究者们甚至成功提取了血液样本 对于物种演化研究来说 这简直是无价之宝 但是 在众人为这些成果兴奋的同时 一种危机也潜伏在我们周围 我们上面也说到 存活下来的 还有很多史前的病毒和细菌 一旦它们重新进入现代物种系统 很有可能 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 比如 各种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传染病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我们的应对会非常迟缓 因为这些生物的特性 需要被重新系统研究 否则很难进行针对性的治理 动土融化给我们带来了几万 甚至几十万年前的地球物种 让我们可以窥见那个年代的生命形态 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本应灭绝的生物 可能带给现有生物圈的影响 必须提高警惕 严防新型的生物入侵 我们下期再见